江先生介绍安装铝合金窗的徐师傅是朋友的朋友推荐的 朋友推荐的嘛 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当时就那个约他到我的家里那个房子那里 那个量了一下尺寸 然后量完尺寸之后算下来大概是总价是11800元 然后我们商定是在12月1号前帮我全部那个更换安装掉 11月7号江先生支付了7000块钱定金 11月底他联系徐师傅来安装 他说对方开始不停找理由 今天找理由说明天装 明天又说那个不能发货 后天又说怎么下雨 然后之后呢又说我今天一定把框给你送到 然后反正是有七八次吧 找了七八次理由 我实在忍不住了之后抱了一次警 然后警察给他打打了一次电话之后他把框装了 江先生介绍 装好窗框后对方一开始说三天内装玻璃窗 结果又拖延了 因为窗户一直没装好 装修工期也一直被耽搁着 我在联系他 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然后就这样内扇还是没有到 江先生没有去过对方的办公地点 合同上盖着杭州某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在萧山四季中心 按地址找过去 敲门始终无人应答 江先生付款时 收款方显示杭州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再找到这家公司在冰江的办公地址 现场没有公司在营业 拨打合同上的联系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通过短信表明了身份 徐师傅回了电话 他介绍 窗户其实是自己找施工队安装的 没有公司介入 这个合同的公司是我挂跑在那边 之前是什么原因一直没给他装这个 确实是我的问题 这个材料我是定的 然后因为我合同的工厂嘛 我确实有一笔气缓占 别人拖去我的钱 然后那边工厂没附近 然后工厂把这笔材料扣了 扣在那边 徐师傅介绍 他有一批材料钱没付 所以提供材料的工厂一直不愿意给他发货 导致他没法给江先生施工 接下来他会尽快去和工厂沟通 江先生表示 他不太相信对方说的话了 考虑向萧宝伟反映此事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带下来给江先生施工厂して